大家好 我是丁操 今天是小跌 其實在盤中也沒有跌很多 因為昨天已經跌比較多了 那我就跟各位談到了 我們看這裡 這個必然的過程 這個跌我跟各位講 我跟各位報告過了 在這邊就跟各位報告過了 就是這一根K線 你注意看這一根K線 它就是指標過熱 因為漲勢當中時間持續 大概七個禮拜 那期間的修正 這個不叫修正 那個時候在打底 這以盤代跌 幾乎都沒有比較大空間的往下修正 因此指標過熱 對不對 KD值是交叉 那所以一定會跌的 這個也是一樣 你看美國也是一樣 美國也一定會跌的 這沒有懷疑 因為你一直漲一直漲 你沒有走這條路 沒有辦法再往上漲 那這個跌下來 我覺得講過說 跌個三五百點其實沒有關係 其實也沒有跌到那麼多 今天最低 一萬七千五百八十八點 大概還跌不到四百點 三百多點 如果有跌到 我在講過 如果有跌到月線 月線在這裡 如果有跌到這裡 沒有關係 你的股票不一定會跌 就是會跌台積電的意思 跌全值股的意思 股票跌下來有全值股負責 你的股票不一定會跌 因為你的股票它不是全值 如果真的有跌到這裡 我是先跟你講 如果說 因為美國股市還不穩定 你不能說美國股市有下引線 就一定不會跌 不是這樣 不是說有下引線 而它就一定是 就算今天反彈 又怎樣對不對 美國接下來會亮說 因為美國有感恩節 感恩節要放假 禮拜四要放假 美國禮拜四放假 禮拜五是半天 美國人是很認真的 美國人其實很少放假 禮拜四感恩節放假 禮拜五又要工作又要半天 我們台灣是連假的 我是講真的 美國人是蠻認真工作的 至少在資本市場裡面 其他我不知道 那我的意思就是 美國股市會不會再跌 不知道 你不能說下引線它就一定不會跌 也許今天會反彈 然後再進入了整理 也許是下禮拜還會可能再跌 不知道 因為現在目前的修正 時間跟空間似乎上 還不太夠 對不對 這美國股市 那美國股市如果會再修正 那這個一定會修正 這個也一定修正 這個保證也會修正 這一檔一定會跌 你聽我的意思嗎 全值股 全值股要負責扛這個指數 這就不會跌 如果美國股市在台北股市要修正 這就不會跌 這就是全值股 那它也會很辛苦 它是全值股 但是如果不是全值股的部分 影響不大 我這樣講聽得懂意思嗎 也就是說如果不是全值股 就算跌500點也沒關係 跌1000點也沒關係 因為它沒有指數 它不佔指數 同樣是IC設計股 以聯發科為例 同樣是IC設計股 一兩百檔的 IC設計股有一兩百檔 那全值股你把它跳出來就好 全值股跟著大盤運動 那非前值股的話就不一定 了解我意思嗎 所以說 所以這個大盤會不會有機會再往下跌 如果我是說如果有往下跌 因為這是十日線 它是必然性要到十日線 那十天平均量扣理值在這裡 那扣理值在這裡 這裡是比這裡低 但是這一條線已經轉平了 已經反了比較 角度已經沒那麼陡了 那如果說它還是維持在這裡的話 下禮拜扣理高值它就會轉彎下來 這條線就會轉彎下來 懂我意思嗎 那月線問題不大 因為月線扣理值在這裡 這裡一定是比這裡低 所以如果跌到這裡的話 這裡還是比較低 所以這條線不會改變 那季線也不會變 大概也不太會變 如果有改變的話 如果跌下來有改變的話 因為扣理值這邊比較高 這邊比較低 可是接下來又要扣理低值 所以如果有改變這條線 也不會改變太多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就算是季線有往下彎 時間也很短 因為會再扣理低值又會往上 所以未來的操作 你可以用這個 你可以想像 未來操作會比較好操作 不會太困難 不要怕跌 其實跌越多越好 沒有跌怎麼有便利貨 我這樣講大家聽懂懂意思嗎 如果都沒有跌 都不跌 股票價格又是不是越來越貴 除非是你都已經有股票 但是如果指數都不跌 你的股票不一定會漲 因為變成不會輪動 不會輪動的話 你的股票那裡會不會漲 不是每個人股票都會漲 股票有1750檔 不是說大盤沒有跌 你的股票就會漲 那會有事 沒有事 沒事 怎麼這麼簡單呢 所以為什麼要主張 要操作有量有價的股票 要操作強勢股 但是如果說 像在整理的階段 你沒辦法 因為整理階段 如果你是持股上序報 或是未來看好 那你只好忍受這個整理 因為它在整理 量縮整理 是不是 因為這邊有攻擊量出來以後 攻擊量出來以後 就陷入整理 量縮整理 那我講的是指這個 我不是指這個 這個沒有在整理 因為它全值不大 為什麼全值不大 雖然它股本算大 股本算大 可是它價格低 所以它的一個市值就低 市值低的話 即時是強漲 滾量強漲 它對這個指數影響不大 所以我講的是行印股整理 運輸股整理指的是這個大指數 我沒有說這個整理 我沒有說這個來整理 這個是很厲害 它強度很夠 像這個股票我們今天也是做跌摧 我們今天也是這邊買 這附近買做跌摧 也賺了一些錢 這段股票長榮行 把它找到漲停板來 但是如果以長榮行跟華行來講 當然華行比較強 因為華行已經過量過加 大量區對不對 突破高點 價格已經過去了 過了這個價格高點 而且它回測 回測幅度很小 以盤待跌 那它是空間修正 所以你看它今天漲停板 它還沒過高點 也沒過這個大量區的高點 可是華行已經過去了 所以如果以華行跟長榮行來比 華行比較強 那不是說它獲利比較好不好的問題 我跟各位講 有時候它超多股票 你不要一直在想什麼EPS獲利 你想那個東西不會賺錢 我沒有騙你 我講兩檔股票一樣矽金元就好 你說這檔股票比較強 這檔股票比較強 還是這檔股票比較強 當然是它嘛 對不對 當然是它比較強 你看 你看 同樣跳空上去 你看這裡 它不是同樣跳空上去 就好了 你看這個 中美金 到這裡為止 今天才突破這個高點 你看但是 它是不是直接過去了 對啊 你看盤中就好 它開高以後 回測一點點 它開高幾乎是快開到漲停板 回測一點點就守住漲停 那它不一樣 它也是開高 都開高 可是它開高 開高在211塊而已 不是開高在這裡 衝上去以後馬上橫盤 而且被當衝客打下來 所以你說這檔股票到底誰比較好呢 一般投資朋友不會買這檔 因為如果盤中的時候 一般投資朋友不會買這個 會買這檔股票 為什麼會買這個 因為都是看這個 9.22嘛 對不對 然後呢 毛利嘛 都還不錯嘛 9.22嘛 7.10塊嘛 2.65嘛 7年3塊3毛7嘛 毛利也比較低嘛 是不是2.65嘛 所以一般投資朋友會選這一檔 那選這檔剛好套牢 因為早上去買這裡的話就套牢 可是如果你去 同樣今天去追高這兩檔股票 你買環球金是賺錢的 買中美金不會賺錢 可是你會講說 中美金賺的錢比環球金 比較 不是環球金 台聖科 比台聖科還多啊 所以我選中美金啊 那是 那是你的問題 你有問題 我想你有問題你會不高興 因為你不懂股票 你不懂股票的力量 股票是用錢在砸的 不是靠EPS在玩的 因為台聖科的籌碼比較乾淨 你今天的買盤比較強 就這麼簡單 那中美金都是散單 很簡單 所以你中美金今天做當充 也許如果說你買太高來當充 你會賠錢 了解嗎 但是我沒有說中美金明天不會漲 你買低一點當然不會賠錢 但是有稍微可以小賺一點 如果你215塊去買盤中去買 或是開盤就去買 大概會小賺錢 但是我沒有說他未來 我沒有說他未來不會超過這個 我只是告訴你 他的力量比較強 所以為什麼我常講說股票市場 要用技術面操作 因為你懂了基本面 我們都懂氣晶元 都懂了以後 可是你要靠技術面操作 誰有錢誰決定方向 所以但是我們不是 我們今天也跟各位在Telegram講過 這檔股票 我在其實我在禮拜一的節目裡面 一直在談 談中美金 環球金 或者是台生科這些矽晶元 因為這個也是矽晶元 第三代半導體 它漲起來以後 我不是說它漲起來以後嗎 這檔股票先漲 進入整理 這檔股票是先漲 到170幾塊進入整理 換它漲 它漲了以後 它現在其實也是整理 那你是不是要特別注意這個 這檔股票 有沒有問題 那我們是買這檔股票 我們買在68塊7 我這邊都有講 我們會員買在68塊7 今天漲停板 表示說我們不是昨天買的 我們昨天買沒有68塊7 昨天就已經收盤是69塊5毛錢 我們昨天就已經賺錢了 我們昨天就已經賺錢了對不對 我們在整理的時候 我們就進入進場了 所以我為什麼在禮拜一的節目 一再跟各位重複 你要特別注意中美金 核金 環球金 環球金等等 那因為環球金這檔股票 價格比較貴 那今天當充的也不少 所以它的走勢跟中美金差不多 但是這個根本 不是基本面的問題 不是說它比較好的問題 因為它籌碼比較乾淨一點 就這麼簡單 好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答就要先 0277259668 追求夢想 成就非凡人生 發現價值 攜手共贏 完美服務 忠於所托 挑戰自我 成就非凡 精確掌握投資方向與時機 替投資人看守好每一次進出場 諮詢專線 0277259668 0277259668 0277256666 因為這幾天一定會量收 因為外資的動作會變少 因為美國要 這個禮拜有感恩節要放假 所以這個量會越少 越來越少 因為少了外資的成交量 比較少不是沒有買賣 是比較少 所以它就是量 這個跌下來是量收整理 反而是好事 但是這個是一定要跌的 我已經講過 不可能永遠都在漲 就像最強勢的 元宇宙相關供應鏈 它也會走勢非常分歧 元宇宙供應鏈 大家比較熟悉的就是像這個 它也會整理 這個都會整理 不是說好不好的問題 因為一段時間之後 它必須要做這個動作 最標準的元宇宙相關供應鏈 就是這些股票 元宇宙相關供應鏈 很多人就報名說它也是元宇宙 不是也有很多股票嗎 像這個也是 你也可以說它是元宇宙相關供應鏈 其實它是網通股 IC設計股 就網路晶片 就是網路通信股 它也是說有 它也有 反正大家都報名 就說它有 對不對 不是像這個 它說它也有 它不是說它有 昨天就說有就漲停板 今天就快靠做地 大家都有 因為 其實我認為任何一種產業 大家都有 我可以跟你講都有 你只要說有就有 因為低論也是一樣 低論也是說它是第三代半導體元宇宙相關供應鏈 元宇宙不用低論 不然怎麼跑 怎麼驅動 怎麼存檔 所以低論是元宇宙 但是低論比較強勢是跟美光有關係 其實跟元宇宙沒有什麼 題材上 其實都是草題材 地論 相關的供應鏈 記憶體 這些都是 我給各位看一下各類股 我們看一下 這個還在整理 是海運股整理 不是航運股整理 但是我給各位看這檔股票 你會一直想說這個股票到底要漲要跌 其實你看不出來 因為每天都有上銀線 因為這個都幾乎沒有人玩了 對不對 都當沖茂克 沖一塊兩塊也好 上銀線 對不對 高點又不過去 這邊的低點又不破 所以你就看這兩個點就好了 看這兩個點 看是要跌破還是要突破 但是後面要補量 放量突破還是放量跌破 這個整理器就會結束 就像這邊的整理器 它要放量突破一樣 那接下來找方 你看這個就不用看了 這支股票更加壞 你立大大 它的高點 這邊的高點還沒過這個高點 這個已經快到這個高點 它更弱 我可以跟你講 如果這檔股票沒有它 沒有它在幫忙 這檔股票早就破底了 我可以跟你講 這樣講你應該同意 我已經講過了 萬海以前是因為籌碼比較乾淨 所以它跑到300多塊 不是它比較厲害 我沒有在批評任何一家公司 你要 你賺這種錢 你賺28塊而已嘛 你的毛利這樣而已嘛 你比不上它的啦 毛利29嘛 對不對 這個在30塊嘛 32塊嘛 毛利67嘛 所以萬海其實沒有資格在這個價 如果它是對的啦 因為它之前300多塊的時候 常常1米200多 差100多塊 現在剩下差了 現在價差剩下三幾塊而已嘛 如果不是這個要補 我認為說如果不是這個要補漲 這個要補 這兩檔要補漲 就是這個要補跌嘛 我這樣講沒有錯吧 法人會做套利嘛 因為你第三季的成績單出來了嘛 之前上半年大家還不知道嘛 可是你公布季報以後要重新調整 我已經解釋過了 我不是批評萬海 我只是告訴你 你要買應該買長榮陽明才對 你買萬海 因為以前萬海籌碼乾淨 才會跑到300多 可是大家現在不乾淨啦 現在籌碼怎麼會很乾淨呢 懂我的意思嗎 你賺不到人啊 這是很熟悉的事情嘛 現實的事情就是 所以萬海你看最近為什麼那麼弱 那我們給各位看一下 鋼鐵股是不是轉強 鋼鐵股是不是打底 我不是一直跟你講 要注意它轉強 注意它轉強 鋼鐵股的轉強 就類似像行業股這邊轉強一樣 行業股先轉強嘛 鋼鐵股轉強嘛 所以鋼鐵股 為什麼有那麼多股票漲停擺 這樣股票是我們的 我們買在33塊1 這邊都有寫 33塊1 我的節目會員都在看啊 不是今天買的 買光嘛 我的會員都在看 我股票不會看漲停就追 看漲停就追 如果我要表演 大家都很會表演 很多分析師每天都買股票 買了100檔 持股100檔 跌了就不講 套牢就不管 如果會員沒有錢買啊 我們不是啊 我們三五檔股票在操作 所以你看到我的股票很少 我目的是會讓會員賺錢 不是在這邊表演 要表演太簡單了 要表演我也可以買這個啊 這個有打開漲停嘛 恭喜漲停 這個我就不用買了嘛 這我本來就有了啊 這檔我買在68塊7啊 我剛剛不是報告過了嗎 要不要演漲停還不簡單 這麼多漲停買 我只要隨便去買 我講難聽點 任何一檔你只要 我只要隨便去買 只要通知會員call進去 這個也可以買啊 這個都有打開漲停板 怎麼買不到 就算漲停板也可以叫會員買 叫他排隊啊 那問題是 你看中安購也是早上一大早 就有消息嘛 這個怎麼買不到呢 很多股票怎麼買不到呢 這個是我們做跌槌嘛 所以我說這個轉牆嘛 我說你要注意鋼鐵股 這個會列股輪動的原因在這裡 你不可能一直漲電子股嘛 你看這個也蠢蠢欲動啊 它也有可能慢慢的補量 你要注意啊 這些股票也有可能啊 所以你要注意這種股票嘛 我跟你講說 我們沒有排斥說什麼股票 我們認為股票只要是會漲就好了嘛 那航運股的話 都主漲這兩個嘛 這是航空的嘛 那海運的話 你就看這一檔就好了 你看這種造紙股也是一樣啊 不是說永遠都不會漲 你看慢慢的有量 你要注意 所以你看這種股票 你看如果有慢慢的有量 不是所有股票 你看那被動元件也是一樣 你看要漲主力錢來就會漲嘛 要講那麼多就幹什麼 人錢未來就去 所以操作上為什麼會計數面為主 因為基本面你都知道了啦 凱美賺那麼多錢賺7塊多 國際華興科誰不知道 這個都知道嘛 重點是這個啦 計數面有沒有表態 所以你看第三半蛋倒體 為什麼你看我們都一直跟你講 我說這個股票 這個股票漲完之後 換這檔股票 是不是啊 這檔股票漲完之後 你要注意這檔股票 我有沒有跟你講 是不是很好買 你要注意這檔股票啊 這個股票 這個股票雖然有上引線 但是我認為都還會在漲 那這個也是一樣有上引線 那這檔股票這個不是嗎 不是都是從第三代半導體過來嗎 包含這檔股票也是第三代半導體啊 你要注意啊它整理之後對不對 還是有可能在表態啊 所以它會輪來輪去嘛 你看啊 不是嗎 一下子元宇宇宙相關供應鏈 一下子電動車相關供應鏈 電動車的股票大部分都在整理嘛 我是低軌道衛星 低軌道衛星的股票 今天也有一檔股票也有創新高啊 你要買很簡單啊 你要追漲停不太簡單 要表演還不簡單 我如果要表演 就買這個就好了嘛 可是我不能買那麼多股票啊 這檔股票低軌道衛星的股票還在漲啊 你看這個低軌道衛星的股票 不是大家都很熟嗎 了解我的意思嗎 你看第三代半導體很多嘛 你看包含我在講過你看 這檔股票也是第三代半導體 它就是因為跟日亞化合作 開發第三代半導體才會這麼強 它不是純粹的LED股啊 也不是只有做感測啊 你這個第三代半導體你看 做第三代半導體的材料你看 它就漲成這樣嘛 所以第三代半導體 都是由這檔股票先漲的嘛 這檔股票先漲再來這次 這些股票都是第三代半導體啊 包含這個都是啊 我跟你講這個都是卡位到第三代半導體啊 了解我的意思嗎 那像這檔股票我們就提早布局嘛 你有沒有發現我操作股票不是很多 他說老師你今天怎麼沒有講高價股 我在Telegram有講 包含我再跟各位補充一下 像這聯發科我們沒有賣啦 我們買在929塊啦 回檔修正我們不會賣的啦 包含這種股票我們是買的價格很低嘛 我們買137塊半嘛 修正我們不會賣的嘛 這個也是一樣的高價電子股我們買187塊嘛 了解我的意思嗎 我們是操作股票不會一直每天都在換來換去很忙 換不會 我們有些會員操作很高價的電子股 科技股 有些人是操作比較低價的 那傳統產業股科技股我們都操作 我們不會去排斥任何的股票 我已經講過只要股票會漲就可以買 那加入Telegram EGO 3008 我想今天跟各位講的已經很清楚了 回測不用擔心 那操作上面來講就是按照技術面操作就可以了 那今天的報告到這裡 謝謝各位收看明天見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